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这个北京链鱼事件可以说是今年中国的社交媒体和舆论上的一个很重要的事件 也是一个很奇特的事件 这个所谓的北京链鱼是一个女孩子 大约20来岁 据说现在在澳洲生活 她在网络上发表了一些非常疯狂的言论 一方面是炫耀 说自己家里 说自己的爷爷有九位数的财富 自己平时的生活是如何的奢侈豪华 但是同时她又非常恶毒地去辱骂那些贫穷的青年人 那么所以这样的言论当然会激起民众 特别是青年人的强烈的反应 我注意到比方有一些年轻的网民 他们今年大学刚刚毕业 找工作还很困难 他们也不想依靠自己的父母 或者父母也没有办法给他们提供一个 比方说就能够养他们 他们必须要依靠自己的努力 先要求生 那么然后才会有发展 所以当他们看到这样的一个言论的时候 当然会感到气愤 这样的年轻的女孩 她可以不要工作 她家里有九位数的财富 但是她还要辱骂这些贫穷的这些青年 这些没有工作或者找不到工作的青年 说你们现在一个月两千块钱 你工作几十年最后 你也就是四千块钱退休 那么这样的一种言论 对于现在处于我们说还在求职 还在困难中求生的青年人来说 那么这样的一种刺激当然是非常强烈的 所以我们看这个事件 它后来就有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戏剧性的效果 中国的网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处理 就是深圳的这个有关部门 特别是这个纪委 对这位中老先生 他已经退休多年了 那么经过这个调查 现在给予了他这个党纪的这个处分 也给予了他这个行政方面的这个处分 从一个 他原来应该是一个处级的官员 中级官员 那么现在是被作为最低一级的二级科员 那么以这样的这个待遇来退休 那么所以有些网民觉得 这样的这个处理好像太精了 我想这个问题是要分两步看的 第一它现在是党纪和行政纪律的这个处分 但是它如果 我们说如果 真的是像这个北京年余所说的 他的爷爷有九位数的这个财富 九位数那可不是一笔小财富 那么如果这个问题深入这个调查 牵涉到的那可能就是刑事犯罪的问题 那么所以这就不是 那就是先是党纪和这个行政纪律这个处分 那么接下来如果有确凿的这个证据 能够说明这个钟老先生当年在职的时候 有严重的这个腐败 这个收受贿赂的这个行为 那么就要另当处理 所以我相信这个处理 它是要分这个不同的这个层面 这个事件反映的一个现象 一个触目惊心的现象 那就是中国有一部分家庭 无论是这个官二代 还是这个商人或者等等的 甚至是平民当中 有一个问题就是家风不正 而这个家风在中国 是一个有优良传统的 父母亲有良好的这个家风 他对孩子就是一个无言的这个教育 但反过来 这个我们说这个北京年余 有这样的祖父 有这样的这个父亲 也难怪有这样的一个女孩 那么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结局 可能恐怕就是命里注定的 因为有这样的一种 不好的这个家风 那么就会导致了 有这样的一个炫富和辱骂 穷人的年轻女孩 这个年轻女孩 她的人生的这个日子还很长 我不知道她未来 能不能在这方面有所反省 而这个事件 我觉得对广大的家长 也都是一个提醒 渊渊相报 以巴冲突改变中东形势 全面升级的巴以冲突 已经持续了一周有余 双方战火猛烈 伤亡众多 损失惨重 10月7号 随着巴勒斯坦 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这一组织 通过发射数千枚火箭弹 以及数架滑翔散 人肉空降以色列 发起了名为阿克萨洪水的突袭 巴以爆发了半世纪以来 最严重的冲突 以色列在遭突袭后 迅速发起猛烈回击 并全面封锁加沙 使加沙地带的人道危机 不断加重 据悉当地唯一的发电厂 已经停摆 电力水资源全部短缺 医院等机构 只能依靠储备燃料运行 对此 以方官员放话表示 人道换人道 如果哈马斯不释放 所有被绑架的 以色列人质 那么就不会向加沙 提供水电燃料 而以色列总理 内坦尼亚胡 也在事发后表示 会把加沙地带 移为平地 誓言要粉碎 并摧毁哈马斯 那说到内坦尼亚胡 作为以色列政治历史上 在位时间最长的总理 长期以来 他都倡导 针对加沙地区的 哈马斯力量 采取高科技围堵的方案 然而所谓的高科技 却并没能阻挡 哈马斯这次并不高端的突袭 然而外界 甚至以色列人都认为 长期以来的设计 并不完美 因此 内坦尼亚胡政府 下一步的军事行动 如何部署 以及究竟能够达到 怎样的效果 或许也会决定 这一届政府的命运 尾巴冲突 看来会成为一场 长期的危机 那么这次呢 在11月7号 也就是1973年的 十月战争爆发的 50周年之际 哈马斯对以色列 这个发动的这个气息 我们只是从这个 战争的形态上来说 哈马斯是取得了 重大的成功 因为哈马斯 作为一支 弱小的武装力量 大概总人数 大概就两万余人 能够对强大的 以色列的国家机器 强大的以色列国防军 以及世界著名的摩萨德 能够对这样强大 这个对手发表 发动袭击 而居然这个摩萨德 事先毫无所知 那么这个哈马斯的 这种突击的一个行动 可以说是取得了 从纯粹从军事 从技术的角度来说呢 是这个取得了 一小不大的 巨大的一个成功 那么这个事件呢 现在还在发酵啊 但是我注意到 事情发生之后呢 那么有不少人 都提出这样的疑问 那么哈马斯这一次 突然的这个战术上的 这个成功 究竟是谁在帮助他们 当然他们自己有 他们自己积累了 很多这个经验 自己也不断地在努力 但是我觉得啊 除了人们所 就公开所看到的 比方说黎巴嫩争助党 比方说这个伊朗方面 很可能是给这个哈马斯 提供了援助 我说这个援助是指这个军事方面 与援助 特别是战法方面的这个援助 也包括武器等等 但是呢 我觉得我们不能够忽视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那就是瓦格纳集团 我们知道这个瓦格纳集团呢 在中东和非洲的一些国家活动 已经多年了 特别是在叙利亚 大家不要忘记叙利亚就在 加沙地带的这个附近 这个瓦格纳和俄罗斯的军队 在叙利亚已经存在多年 他们帮助叙利亚这个政府军 基本上打败了叙利亚的 这个反政府军 瓦格纳正是在叙利亚的 这个战争当中呢 开始这个掌握了 很丰富的作战经验 然后又在乌克兰的这个战场 这个这样的经验 更加这个丰富和完善 所以当瓦格纳 如果瓦格纳 虽然他们的这个创办人 这个普里格任 已经这个死于非命了 但是瓦格纳还有不少人 现在还在叙利亚 如果瓦格纳的这些 有作战经验的这个老兵帮助 用他们在乌克兰战争 所获得的这个经验 去帮助哈马斯 对以色列发动出席的话 我觉得这样的这个 一点都不奇怪 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 当然这个瓦格纳 不会承认这一点 哈马斯也不会承认这一点 但是我们把这个哈马斯 近年来在这个军事上 也是屡屡 可以说屡见齐功吧 另外他们的这种 这个作战的这个手段 相当的这个高明 那么同时呢 也是属于这个死事 因为这个对于瓦格纳来说 今天上了战场 可能就回不来了 那么这又跟这个哈马斯 这种这个以 就是不惜死亡 去对抗一个强大这个敌人 也是不谋而合的 而且这个 这也跟俄罗斯在中东的 这个地缘政治 这个利益也是相符的 当然这只是一种推测了 同时我们不能小看 这个黎巴嫩真主党 黎巴嫩真主党呢 也是中东地区的一支 奇葩式的这个武装力量 2012年这个真主党和 以色列这个国防军这个交战 强大的以色列国防军 居然就没有能够打败 这一支这个真主党的这个武装 那么也当时也使得这个 使得国际上的军事观察家呢 对黎巴嫩真主党刮目相看 当然真主党后面是伊朗 这个大家都知道 另外还有一个 这个胡塞 胡塞武装 就是也门的胡塞武装 胡塞武装呢 得到了这个伊朗的一个支持 长期跟这个政府军对抗 而政府军又得到了 沙特阿拉伯的权力的一个支持 所以中东的这个政治形态 或者生态 或者是这个军事的一个形势 就是这么复杂 所以呢 当我们说 当这个真主党伊朗 甚至还有我觉得很可能 也包括了这个瓦根 都在帮助这个哈马斯 而哈马斯呢 能够用这个 据说他们的最高层 只有六个人 知道这个计划 数千人受过了这个训练 那么而且也 配备了各种各样的一个装备 最后发动了这样的一次袭击 那么这个时期 那么也有 还有一个问题 也是在这个 十月七号这个袭击之后呢 那么也有些西方媒体 都在质疑啊 这个因为哈马斯 发动这样的一个行动 除了长时间的这个准备之外 除了刚才我们说的 包括很可能有瓦根纳 包括有这个 珍珠党和伊朗 在军事方面的这个援助之外呢 在金钱方面 也是要有援助的 那么有西方的专家 他们研究了这个哈马斯的 这个经济方面的活动 说这个哈马斯呢 这个金元相当的丰富 而且他们在一些阿拉伯国家 也包括在土耳其等国呢 他们有地产 他们做一些生意 他们甚至也有 这种这个就是加密货币啊 因为加密货币这个比较容易逃过这个监管 我觉得我们有一很重要的背景应该考虑的 就是2001年的这个911事件 后来美国方面在追查911事件的这个金主的时候发现啊 阿拉伯海湾的一些国家 包括沙特阿拉伯 因为911事件的这个19名截击者当中 有15名是沙特阿拉伯的青年 那么他们这个受到的这个谁在援助他们呢 其实都是一些来自阿拉伯国家的民间的这个基金会 民间的基金会跟官方不同 沙特阿拉伯啊 还有我们说这个海湾国家都很富裕啊 这个政府都有大量的这个资金 但是政府不可能或者也不愿意公开的去支持 像哈马斯这样的被西方定为恐怖组织的 这样的一些这个军事机构 但是民间的基金会却完全有可能 首先这些其实在这个包括沙特阿拉伯在内的一些民间的这个人士 甚至主流的名义呢都是同情这个哈马斯 那么当他们所掌握的一些民间的这个基金 多年来一直以各种方不同的这个方式去帮助哈马斯 这完全是在情理之中的 而且他们都有规避就是西方的这个监视和监管的这样的一种能力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哈马斯能够取得成功 当然首先也是哈马斯自己的这个能力啊 他们有这种所谓的这个殊死反抗 有这样的这样的决心 但是同时那么他们在军事在经济方面都得到了一些 就是对他们友好的或者是国家或者是一些机构 或者是一些人事的这个帮助 所以他们并不孤立 现在以色列当然也很清楚这点 那么以色列这次呢 这个把这次的这个袭击称为是以色列的911事件 或者是以色列这个珍珠港时刻 还有我们不要忘记的一点 就是哈马斯非常聪明地利用了以色列目前国内的这个斗争 因为这个其实内塔尼亚胡总理的这个民意支持度很低 而且由于他推行的这个司法改革 遭到了以色列几乎是全民的这个反抗和这个反对 那么这也造成了以色列现在在这个全民总动员这方面呢 有形成了一定的困难 所以从这个总统迹象来看的话 这个哈马斯虽然不断受到以色列这个打击 但是他们呢也在不断地在学习 这个特别是在一方面我们说的 他们很可能即使瓦格纳没有直接派员帮助他们 他们也在学习瓦格纳在乌克兰作战的这个经验 那当然不仅是这几方面 包括他们如何利用无人机 包括这个利用各种这个形式小规模的这个渗透 那么这种方法其实以色列也在用 他们也向自己的对手 自己的这个敌人在学习 那么现在看到的就是以色列 接下来如果要想这个 已经对加沙地带的这个北部的这个全民攻占 已经是蓄势待发了 那么接下来我相信一场新的危机也正在形成 巴以冲突的历史根源和限制基础 时隔半世纪在熟岁日战争50周年之际 巴以再度进入战争状态 也让外界对于这片多年被冲突与矛盾笼罩的中东大地感慨万千 有分析认为这次哈马斯的袭击的确是突然的 但这场阿克萨洪水的酿成也是日积月累的 当年联合国的分治计划 让人口仅占三分之一的少数犹太人 获得了55%更多的巴勒斯坦领土 而占人口三分之二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 则获得了余下较少的45%的领土 从此这里就开始了永无宁日战火不断的日子 以色列控制了越来越多巴勒斯坦地区的领土 巴勒斯坦的领导也最终逐渐接受了与以色列并肩立国 在仅存的领土上建立国家的妥协 而这也是所谓两国方案的最初处刑 然而这样的人辱负重并没有血减风头更近的以色列不断扩张的雄心 也让巴勒斯坦地区形成了哈马斯这样宗教色彩强烈的势力 而谈到宗教 这次冲突爆发后国际上的反应也并不令人意外 美国和伊朗各自对以色列与哈马斯表示支持 而包括沙特在内的阿拉伯国家也都口头支持了巴勒斯坦 只谴责了哈马斯伤害平民的行为 50年前的那场战争就是十月战争 当时我还在工厂工作 还是一个工人 通过参考消息 对于远在千里之外的中东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战争 来自于这个地区的历史产生了兴趣 其实我们简要的来看的话 以巴之间的这种冲突 也是伊斯兰与基督教之间千年冲突的一个延续 我们只要看一看这个当年十字军这个东征 十次东征为了争夺耶路撒冷 就可以知道现在的这个尾巴冲突反映的 只是千年来的这种冲突 它时段时序到现在仍然存在 那么1947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 让以色列独立建国 而以色列我们知道这个犹太人的 二次大战当中的这个非常悲惨的这个遭遇 就是数百万的犹太人被纳粹德国屠杀 那么也强化了犹太人的信念 必须有一个自己的真正的这个祖国 那么才能够保卫这个犹太人 在二次大战期间并不帮助犹太人的美国 在二次大战之后呢 就在全力这个辅助犹太人 所以犹太这个以色列建国之后 这个几次这个发动战争 或者是被这个阿拉伯国家攻打 但是以色列每一次都能够这个战胜 阿拉伯的这个邻国 那么确立了自己作为中东 一个小而强大的国家的这个地位 而每一次战争呢 以色列都掠夺了更多的领土 那么也说明了一个事实 这个联合国有关以色列 或者是中东问题的这个决议呢 从来都没有得到执行 以色列根本不把联合国看在眼里 最近以色列的外交官还在批评联合国 那么也说明了一个 在美国支持下的这个以色列 反映了一个很残酷的事实 就是强权就是公理 你有强权你就是公理 你就可以占领别人的这个土地 你可以驱逐其他的人民 那么所以这样的一种情况呢 也就造成了这个 最近呢我们看这个舆论上 不管社交媒体啊 还是这种大多媒体上 这个关于中东的一个局势的 这个分析很多 那么也让特别是青年一代 了解这个中东局势的这个来龙去脉 特别是这个以色列的这个扩张 以及这个巴勒斯坦人 为什么就不能够建国 其实巴勒斯坦人 虽然这个两国方案是一个最好的方案 但是目前来看的话 要实行这个方案很难 第一以色列就不喜欢这个方案 第二美国人实际上也不喜欢这个方案 这就使得这个方案的实行非常困难 尽管从长远来说的话 唯有实行两国方案 就是既要以色列人有权建国 但是巴勒斯坦人也有权建国 那么巴勒斯坦人没有办法建国 这个原因当然也很方便 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反映了什么 那么就是面对以色列这样一个 重新崛起 这样一个复兴 因为以色列人本来 犹太人本来就在耶路撒冷附近 这块土地上 早就建立了他们自己的国家 只是后来呢 被这个罗马帝国这个驱逐出去了 所以犹太人在世界各地流浪 但是这个阿拉伯人呢 从这个阿拉伯人的这个 这个顶点是在阿拉伯帝国 那么阿拉伯人这个通过伊斯兰教 把伊斯兰教也扩张到了 这个欧亚大陆各地 甚至这个全世界 但是呢 在这个近代以来呢 随着这个西方文明的这个崛起 随着这个西方势力 特别是英国和法国殖民者的 这个势力在中东的这个出现 那么就形成了这个 整个阿拉伯世界 甚至整个伊斯兰世界 面对着这个西方的强势文明 他们没有办法及时的这个做出一个调整 那么阿拉伯有异人口 这个以前的这个伊拉克的这个领导人 沙达姆曾经哀叹 他说阿拉伯有异人口 却分成三十几个国家 而且阿拉伯世界 如果说在以色列刚刚成立的时候 他们都要共同对付以色列 但是后来呢 由于各国的这个利益不尽相同 比方说埃及在1973年 就是主动去攻击以色列的 但是后来被以色列打败 他们就又率先跟以色列 这个达成了这个和解的协议 那么这样的话 就阿拉伯世界内部就形成了一种 就是一种形成了非常不统一的意见 他们的利益也不一致 那么这也就造成了这个阿拉伯世界 没有办法这个去形成一个统一的力量 去对付以色列 去帮助巴勒斯坦人建国 巴勒斯坦内部也有矛盾 哈马斯跟法塔赫之间的这个矛盾 是吧 那么而且这个法塔赫 现在是在这个西岸管制 但是在这个加沙地带呢 是由哈马斯 作为这个巴勒斯坦人民选出来的 授权的这样的一个自治的这个政府 哈马斯的管制能力显然是不强的 而且这个由于加沙地带呢 受到了埃及和以色列的这个包围 他们自己的这个自我生存的这个能力 也很弱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这个哈马斯多次对以色列发动的这种恐怖袭击 那么又被以色列作为一个借口 当然这也是一个合理的这个借口 去实行这个反击 那么就造成了这个 你看阿拉伯内部不团结 巴勒斯坦内部也不团结 那么所以即使有两国的这个方案 但是如何能够真正实行这个两国的这个方案 看来要等这一次的这个尾巴冲突 告一个段落之后 最后才有可能成为一个现实的一个行动 量胆纵横 本月的主题是何事故灾难 如何影响生态环境 本周的主题是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 1986年的9月 当时呢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了大爆炸 这是一起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 在当时来说最严重的这个核电站核事故的这个灾难 影响非常大也影响非常深远 那么那一起的这个核电站事故呢 跟美国的三里岛核电站事故同样是由于操作失误造成的 但是呢它的后果比三里岛的这个核电站事故的后果要严重的多 切尔诺贝利这个地方在今天的乌克兰 因为当时乌克兰是苏联的一部分嘛 那么切尔诺贝利核电站这个爆炸之后呢 这个当时啊这个莫斯科啊 就是说苏联的这个中央政府这个处理呢 是显得迟缓了 各级的这个上报 但是后来呢 这个克里姆林工啊 他们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那么然后发挥了这个苏联制度的这个特点 就是首先呢就必须要对这个核电站这个现场嘛 要紧急的要加以处理 那么紧急的处理就是 最主要的是 如何使这个发生了爆炸的这个核电站 整个的用这个大型的这个钢筋水泥啊 有人这个把它称为一个石头的棺材 用一个石棺把它盖起来 那么处理这个现场呢需要大量的人 那么当时的这个苏联呢 这个动物这个先后在全国报名啊 让这个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还有就是军人啊 军人虽然把他们派到这个发生了核灾的一个现场 也是需要得到军人的这个同意的 不是说下一个命令让你去你就去 那么结果呢 苏联先后动员了几十万人这个到这个前线 当然真正进入到这个灾难现场呢 只有几千人 那么经过了可以说是非常艰苦的这个努力啊 这个而且动员了各种力量 那么最后呢就建造了一个石头的棺材啊 这是一个很很通俗的这个说法 就把这个爆炸的这个核电站呢 整个的把它盖起来 那么以这样的一个方式呢 就从根本上可以说 至少把那个爆炸之后的这个现场 就把它封闭起来了 但尽管如此呢 这个核爆炸造成的这个特别是大量的这个 受到核污染的这个空气啊 这个飘向了这个乌克兰这个西面这个邻国 白俄罗斯 那么然后呢又飘向了欧洲各国 所以在当时啊我们说在1986年一个九十月 九月底到十月份呢 可以说引起了整个欧洲的恐慌 那么也因此引起了 一方面就因为在冷战时期 那么所以这个西方的这个舆论呢 就在批评苏联 说这个苏联隐瞒事故 说苏联这个处理不力 一直到前几年呢 还有一部电影讲切尔诺贝利的 还是在引用这样的一个说法 苏联在处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的时候 肯定是有不足的一个地方 但是呢 苏联这样的以举国之力 而且以几十万赶死队的这个方法 来这个从根本上 把这个核电站的一个现场 把它盖住了 把它覆盖封闭了 这个做法本身呢 却还是可取的 实际上这个核电站呢 这个它是爆炸的那个第四号电站 它被封闭 其他电站后来还在正常的发电 而提尔诺贝利电站附近所在的地区呢 曾经长期是被这个政府 在这个即使在苏联解体之后 这个乌克兰政府也是把它列为禁地的 那么这个禁地的生态环境 那么也是一直是在科学下面是在研究的 那么实际上呢 这个封闭之后的切尔诺贝利附近所在的这个森林呢 已经成为野生动物的一个乐园 而这个其他的这个植物的这个成长 既有受到这个核辐射的影响 但是也有继续健康成长 所以呢 这任何非力电站的这个悲剧 这个大爆炸引发的 一个是如何迅速地 这个果断地处理核电站的这个现场 那么同时呢 对于核电站爆炸之后 引发的这个生态环境 它的研究呢 实际上科学家还在持续地研究当中 我跟大通的董事长警告说 随着这个地缘政治的危机 特别是因为中东危机正在加剧 那么世界经济将面临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 比方说可能形成新的能源危机 漫画家抓住了这个题材啊 这个夫妻两个人看的这个电视机里面 出现的这个寒冷的时刻 这个一个人问说 这难道是万圣节的节目吧 另问说不是的 这是今天的新闻 也就是说能源危机的这个加深 这个很可能今年会是一个寒冷的冬天 谢谢大家收看 时时热烂地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接着为您播出 为柴动力 凤凤凰大事也